今次選擇了Pantone 7603C咖啡色做一個主調 房間所有的角落都是弧形的狀態 去鼓勵遊覽人們去遊覽 概念是來自蘇州庭院移步的一種感覺 前後的呼應 它突出出畫和傢俬和空間的一種微妙的結合 像Sylken這幅畫 我在前面做了龍柳插花的裝置 使用前後呼應 Kurayama畫作面前的桌面上 我放了三個Octacan shape直線的花瓶 線條的互相呼應 更加能夠突出藝術品的簡約味 細到像旗子上的天然的紋理 就像嘗嘗的山水花的結構一樣 1942年意大利Venini設計了一個座地燈 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地座 我用了天然的植物 放在地座旁邊去突出線量的微態 Kurayama畫的家具設計 一直以來以簡約為主 要突出這個家具的簡約味 所以我打開了櫃放了天然的植物 植物在展出其他顏色的變化 或是突出了這個Vintage Furniture的生命力 場上大師所說的說話 讓大家能夠更深入了解 創作者的心路歷程 這個全新的陳列手法 希望帶給觀眾一個不一樣的體驗